来看这道828题 这个题开头Also很明显身后带的是一个让步壮语从句 一折都号为止 身后这一堆是主句 主句主语这个代是个代词 只带前面出现过的一个名词 这里面应该是这个执行者 然后不这么说 说什么呢 没有说清楚的就是 后面是一笔语从句 是有多少的钱是被涉及到的对吧 所以主句没划线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型 划线部分都在这个让步壮语从句里面 从句里面主语是执行者 动作是承认 身后是一笔语从句 承认一件事 什么事呢 事里面是一个Dear B这个句型 Dear B这个句型 在这个英语里面 它跟中文相对表示这里有的意思 这里有什么什么 你可以把它近似看作是have的一种被动 因为比如说我们讲 I have three books 这话是主动语态吧 如果我想说 这个这里有三本书 我会说Dear are three books 对吧 因为have这个词是没有被动的 你不能说 这不能怎么说 你不能说three books haven 这个是不对的 haven 就是没有这个have被动领态 所以have的被动 因为你不知道是谁有的 所以就这里有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再说have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这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可以认为Dear B句型 就是have的一个被动领态 所以我们看到Dear B都把它理解为这里有什么东西 那有什么呢 有一些irregularities 有一些不规律的事 后面这个involving很明显是一个现在分词短语做定语 用来修饰这些不规律的事情 涉及什么呢 涉及到一个是这个不合适的reporting of revenue 就是对于收入 因为它是一些会计的这个问题嘛 所以它是对于收入的一个不合适的报告 as well as affiliate record expenses 就是没有能很好的去记录下这些花费 好 那你看到这两词的意思 这对词的意思 你会知道在逻辑上应该去有对等关系的啊 应该是reporting跟failure 为什么呢 因为Tundes应该是说 这些会计的不规则的事情分两个 两个涉及到嘛 一个呢是说我对收入的报告是不合适的 收入可能虚报了呗 第二的话呢 就是我对于花费 对于成本的报告也没有能成功 所以因为你成这个这个收入减去成本 这等于利润吧 对吧 所以很明显啊 一个是花费不行啊 一个是收入不行 就是你因为你最终 会计报告啊 就是报告利润吧 这核心报告利润吧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你这俩都不对啊 所以利润肯定是瞎算的 这个意思 所以在A选上来看的话 很大的问题在于 iSOS这个词啊 它本身其实还好 因为这个词呢 它可以做连词 可以做副词 如果iSOS啊 做连词的话 它跟暗的是基本上相等的 如果做连词的话 但这个词呢 单独也可以当副词来用 做副词的话 放在动词前面左右 这个时候呢 就跟这个暗的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暗的是连词嘛 所以这里面一看 肯定当连词嘛 因为后面省略了 对吧 所以这里面的A选上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接受 那么这里面的A选上 它是一个借词短语 它一定是跟前面的 一个借词短语并列 对吧 这种并列关系啊 咱们在之前的考译里面 讲过很多了 咱就不再重复了 是跟这里面 跟它一样 借词应该是of revenue 对吧 等于是 improper reporting of revenue 跟of failure 等于是revenue 跟failure 在A里面啊 是一个对等关系了 但是从逻辑来说 很明显应该是 报告收入不对 报告成本也不对 所以这个failure 应该是跟 reporting并列的 不能跟revenue并列 所以这个A选将 这肯定有问题啊 所以A就基本上干掉了 这个是两个关系啊 是revenue failure和reporting 这三个词的关系 发生了一些问题啊 关系不对 还是那句话 咱们最终啊 讨论语法题 一定不是讨论语法本身 从语法来说 A是没有问题的啊 从这个语法本身来说 语法结构是对的 但是呢 他这个结构下表达出的 这些词汇的关系 是不成立的 在逻辑上对等的关系 应该是谁 跟这个A讲的意思不一样 这是我们所有题 语法题 不管他什么样的语法形式 什么样的结构 他的核心 都是靠插这一条 就是词汇间 以什么关系 来去安放和安排 咱们再看B B的话呢 熬头身后主语 还是执行者啊 动作是承认 后面避避从具 然后这里有一个 这都一样 有一个不规则 involving 然后一个是 这是定语 修饰这个不规则的 involving是动词 这里面的话动名词 这里面语语 B reporting 报告这个 and failure worker 这里面你看 没有介词了 所以这个fileer 就可以去reporting并列了 对吧 等于这是什么 fileer reporting 是一个纯对等并列关系 同层级 同属性 因为他们同层级 都是跟利率相关的 两个元素 对吧 同层级 两者并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B是OK的 再看C C的话呢 out of is连词 然后后面的主语是 这个执行者 身后呢 the meeting do号加读应 肯定是伴随 对吧 那伴随就发现 这一对都是伴随 一直到 do号为词伴随 到这为止 到这都是伴随 recording expenses 在这嘛 都是伴随 然后后面接主句了 整个这个选项里面 out of 身后 是没有畏动词 这是个严重语法问题 意思都不用看 肯定不对 因为它是连动词都没有 从具里面就有动词 所以sickening不对 再看4D B的话 out of 身后 admissions 这回主语了吧 是承认 承认呢 畏动词 是was made of 是被 做出来 做什么呢 是这个offer counting 这一堆 这是一个编语 这句话的意思呢 你会发现 整个这个 化线部分的主干 就跟2B是不一样 2B是说执行者们承认一件事 而D呢 是说 这个承认被做了 被做什么呢 后面这个off这一堆呢 可以认为成是有 这些accounting irregularity 来去被做的 这很奇怪的吧 因为肯定是说 公司执行者们承认了 这件事 这个事呢 就是有这些会计问题 或者不规律的事情 应该是我承认的对象 对吧 而在ASD里面呢 变成说 这种承认 它是被做了 被做了 一个由他被做的 由这个不规律被做 这很奇怪 对吧 这个跟整个的这个 逻辑关系就不太成立了 所以D肯定不对 再看5B选项 5B的话 熬斗是连词 上又是这个承认 承认诸语 再往后呢 定语定语 这一堆又找不到动词 整个连词后没有动词 所以这个从具不成立 所以D也不对 答案是2B选项